近几年来,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,说是大多数的帅哥美女都是活在网络里的,现实中根本就看不到几个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 其实,之所以会让大家有这种感觉,那是因为,自从短视频平台火起之后,网络世界中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帅哥美女,其中更是有好些人有着不输偶像明星的高颜值,甚至还有那么一部分人,他们的一举一动,哪怕是一个眼神,一个笑容,都和某明星有着很高的相似度,这就意味着,他们拥有了一个财富密码,只要运用得当,靠着神似某明星的脸, 就可以在各大平台拥有自己的粉丝,但凡是都有两面性,如果运用得不好,那么,就很容易出现翻车现象,网红九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,他靠着神似肖战的脸走红,在有了人气之后,便开始转战影视圈,但自从路透照流出之后,高配版肖战的名头就消失无踪了,不仅如此,观看九月作品以后,有网友发现,他的拍摄角度都很有意思, 看起来就像是在刻意模仿一样,因此,网上吐槽声不断,其实网友们会有这样的想法,也不难理解,毕竟从九月的作品中,我们可以看出,他的模仿已经不局限于拍摄角度了,甚至可以说是已经模仿到了笑容,乃至神态的地步, 这虽然可以让他在神似肖战这件事上,是越做越好,可我们要知道,网络上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俊男美女,美颜滤镜绝对是功不可没的,也正因如此,网上才会出现,俊男美女都是生活在网络世界中的言论, 说到这里,笔者突然觉得,九月如果不去模仿肖战,他的颜值也不算低,只要肯脚踏实地,不断地磨练自己,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,那岂不是比模仿他人更好,毕竟在这个世界上,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,做自己不好吗?